养兰花的话 有人应该都知道 养兰花了 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给他翻盆 然后呢 给他更换新的植料 这样呢 才能够促进这个蓝根的正常生长 但是呢 在两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坚决不能够给兰花换盆的 那么是哪两种情况呢 首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蓝猪我们换盆之后呢 一定不要在当年 或是第二年马上给兰花换盆 一般我们在更换植料之后呢 至少两到三年以后 我们才需要给兰花进行翻盆换盆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兰花在翻盆之后呢 它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一个浮盆时期 而且呢 浮盆之后呢 又不能够马上施肥 就会影响你整个兰花的长势 而且呢 当年呢 它发的苗的话呢 会比较弱 如果你马上当年 或者第二年 马上又来给它翻盆的话呢 会导致你兰花呢 一直要处于一个生长不良的阶段 那么它后期发的芽会越来越弱 所以想要让兰花能够发大苗 发状苗 不建议大家年年换盆 最好就是两到三年换一次盆就可以了 如果担心这个植料啊 用了时间长了 没有养分的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用了植料的话 很多时候用的是松树皮这一类植料 它里面呢 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养分的 如果后期养分不足 大家可以适量的给它绘肥就可以了 绘肥呢 可以用这种兰科有基因养液 或者是一些发酵复苏好的养分 都是可以的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温度特别高的情况下不适合给兰花进行翻盆 因为温度如果特别的高的话呢 就是一些病菌 虫害 繁衍的一个温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翻盆的话呢 不仅会导致是就出现一些病害虫害 而且呢 还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蓝猪啊 出现一个导苗的情况 再加上呢 一般的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 这是兰花发芽 或者是新芽生长的阶段 我们这个时候换盆的话呢 会影响整个蓝猪的生长 而且还可能会导致一些新芽呀 因为不小心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碰伤 甚至是出现一个烂芽的情况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建议大家翻盆的 一定要等到天气比较凉爽 温度呢 至少要降到25度左右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翻盆 所以呢 在这两种情况下呢 大家就一定不要给兰花翻盆了 一定要在一个正确合理的时间 才来给兰花翻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